1956年9月15日下午25分 八大在北京隆重开幕 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登上主席台时 全场掌声雷动达五分钟之久 然后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 与七大事不同 八大政治报告不是由毛泽东做的 而是由刘少奇做的 对此 毛泽东不幽默地对外国同志做了解释 这次大会上 我就是跑龙套 唱戏的是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等同志 其实这次盛会的总导演 当属毛泽东 从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中可以看出 在夺得江山社稷又逢太平盛世的年月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充满着自信和喜悦 我们还看到 主席台上嘉宾如雨 有远道而来的五十多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 还有党外友好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 八大是第一次有民主党派前来参加祝贺的党代会 这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 是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送给八大的一份厚礼 当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继生 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这件礼品象征着我们各民主党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同舟共济胜利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也表现了坦诚和信任 一进城 毛泽东就说过 我们不能再长征了 我们要千秋万代做北京 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 1956年他还说过 共产党万岁 民主党派万岁 也就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现在他们就一起坐在这个庄严的会场里 共商建国打击 我们在这大会的音乐是正在大会以来的经营 传家人党 传家外来外 一切可能反映的力量 为了影响一个 维大地社会主义的尊贵分手 毛泽东充满激情的话语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 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这篇开幕词不足2500字 竟博得了34次掌声 开幕词中的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快智人口广为传送 如今已成为格言 当年的法国世界报评论 这次代表大会 似乎将成为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 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日子 美国基督教科学真言报说 这个党正在缓慢的 但却是相当有把握的领导阵 把农业的中国推向工业化 1945年 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的七大会场上 说过这样一段话 要准备革命转变 夺取像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 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 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 恰恰相反 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召开 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领袖之言犹在耳畔 这番话今天已成为现实 八大果然在北京召开了 从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到北京政协礼堂 十一年的时间中国跨过了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新民族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这是无数革命先驱 为之奋斗终生的梦想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耀眼夺目的篇章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 在短短几年内 抚平连年战争的累累创伤 用勤劳的双手 开始勾画新中国的蓝图 建国初期那些岁月 给人们留下最美好 最深刻的回忆 五十年代初 当中国共产党准备尽快为年轻的新中国 建起一座和平安宁的大厦时 中国人民又面临一场威胁国家安全 和近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亡的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 熊啾啾气昂昂跨过鸭鲁江 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并最终赢得胜利 这个胜利空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 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中国大陆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迅速呈现出新的气象 战争的硝烟散去 土地回到了农民手中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他们捧着这一份份土地文书 激动于欢喜之事 落下了真心的泪 盼了几辈子的日子 他们会记一辈子 到1953年春天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 完成了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 三亿农民无偿得到了七亿亩土地 在农村生产关系变动的同时 农业生产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大修水利的成绩最为突出 仅以治淮为例 两千万人组成的治淮大军 奋战三年筑齐可绕赤道43圈的长堤 也正是在百废戴兴和杨帆启航的那几年 新中国的工业建设迈开了大步 工业布局开始得到改善 交通运输事业迅速发展 东北老工业城市安山 处理起新兴大兴炸钢厂 内地新工业基地动工 西南重庆与成都之间开通成鱼铁路 万里长江飞驾贯通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 西藏与内地连接起康青新藏公路 建国之初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 一方面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武毒行为 另一方面扩大加工订货和代购包销 保证合理利润 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有所发展 在完成土改基础上掀起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蒸腾了一个火热的时代 从护主组到合作社 中国农村仅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又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农业的合作化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岳家老婆的传人岳松生先生把同仁堂老字号公司合营的喜报 陷到人民领袖面前 展开的笑脸 热烈的握手 人们充满了对明天的美好希望 在基本完成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 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一百年 新中国为知识分子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如今许多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就是建国初期从海外回来报效祖国的 他们还记得周恩来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郑重宣告 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 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 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新社会带来了新生活 新生活充满了新风尚 处在那个千遍万化时代中的人 差不多都能从新中国三个字中读出历史的内涵 整个一九五六年 是人们心情舒畅的一年 此时在中国 重新安排河山 迅速改变几百年来的落后面貌 不再只是人们的愿望 而且具备了实现的条件 在那个时期 从世界范围来看 也有几件大事对八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把当地国际形势 整个取向换核 从整个来看 当时的形势有这么三方面的情况 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整个动物下来了 开始了集中力量高 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就是亚非拉底民族独立运动 已经取得了绝经性的生命 殖民主义气息 去崩溃 去崩溃 而去瓦解 那么西方国家 当然美国稍微不同一点 但是整个来说 以之后的战争创造 开始了 致力于经济发展 所以全世界在当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一方面是一种换核 不硬定和平的局面 另一方面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到来 当时的确确实是比我们很难得的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用于和平目的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为新生产力的飞跃 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前景 当时中共中央就密切注视着 全球开始的新工业革命的潮流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 说过这样一番很有远见的话 我们计划三个五年计划之内 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 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 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 许多科学家 他希望将中央委员会变成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 面对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现代科学技术 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 提出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口号 会后博物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 历时数月 制定出今后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并复之实施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重大事件 一九五六年二月 苏联共产党举行了第二次代表达会 赫鲁晓夫在这个会上做了一个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这个报告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第一股主义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进行了反对共产党 反对社会主义的浪潮 在人民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给各国共产党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认为 对于斯大林的历史功功 应该做全面的历史的分析 同时认为反对各种崇拜 有利于破除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 从教条主义舒服当中解放出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 《人民的报》在1956年4月和12月 先后发表了 《关于无产业专政的历史经验》 和再论无产业专政的历史经验 两篇文章 产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 对于澄清国际共产党运动当中的思想混乱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 八大之前 毛泽东就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 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如果每句话 包括马克思的话 都要照弯 那就不得了了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 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 你还想走 八大召开前夕 刘少奇也对一个东欧国家的代表团说 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 必须不断改正和完善 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 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以苏为建 从1956年春天开始 他率先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 1956年4月 毛泽东发表了著名讲话 《论十大关系》 提出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论十大关系》成为起草八大文件的指针 提出以苏为建 就是要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 在《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阐明了农业 轻工业 重工业的比例关系 提出要兼顾国家 集体 个人的利益 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有益的东西 《论十大关系》涉及经济 政治 文化等方面的探索 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还确定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 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为社会主义服务 《十大关系》发表五个月之后 一曲强国乐章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奏响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 我们党已经领导取得了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 全面的决定性的生命 这就表明 我国的无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已经基本解决 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 已经基本上结束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从八大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之中 从朱德 陈云 董碧武等113人的大会发言之中 我们可以把八大的正确决策 归纳成这样几条 八大的政变决策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八大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 转移的决策 明确指出 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的主要用 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二是八大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三是八大还做出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和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决策 四是八大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制度 在这次大会后 增设了几位副主席 成立了以小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 重温四十多年前的人和事 我们感到八大幽如一块玉石 从历史的远处闪烁得耀眼的光芒 开创了历史新局面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 那是准确把握了中国的脉搏 他们的风采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讲话 使人如沐春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